再過半年呢 俄乌戰爭就要來到了三週年了 就在全球都對戰爭 有一點疲乏的瘦 烏克蘭出了七招 攻打了俄羅斯的領土 當俄國領土破防 我們想要帶你來問的是 真的會扭轉戰局嗎 歡迎收看絕首發問 我是彭劇 8月6號這一天呢 烏克蘭無預警的攻進了俄羅斯的領土 而且赤子挑軟的吃 他們挑的是邊境最脆弱的地方 叫做庫斯克 殺的俄羅斯軍隊措手不及 而且很快的烏克蘭軍隊攻城掠地 那現在根據數據顯示 已經佔領了1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包含了82個聚落 攻進俄羅斯領土 已經夠不容易要維持戰果 更是難上加難 烏克蘭軍隊到底怎麼做呢 他們要斬斷的是 俄羅斯軍隊的補給線 所以他們鎖定了 賽姆河上的兩座橋樑 進行轟炸 斬斷了俄羅斯的補給戰線 所以等於平平出不去 軍方也進不來 但是俄羅斯邊境這麼長 到底為什麼烏克蘭 獨獨挑上庫斯克呢 你要看他的戰略目標在哪裡 在戰術上七起是成功的 在目標上如果說他是要給俄羅斯壓力的話 我相信他達到的 特別是他挑庫爾斯克這個地方進攻的話 有他的意義所在 他不會無敵放石 為什麼呢 第一個當地的輸架是 俄羅斯對歐洲出口天然機的輸牛 再來說當地的庫爾斯克核電廠 是俄羅斯三大核電廠之一 目前根據最新的報導 聽說烏軍已經掌控接管核電廠 假如說烏克蘭能夠守住這座核電廠的話 等於是在俄羅斯本土國內爆了一顆核子彈 就像俄軍掌控札波羅爾核電廠一樣 對烏克蘭來講 後續如果說哪一天要跟俄羅斯談判的話 會是一個非常有利的籌碼 雖然說這場行動事前保密到家 但直到兩個星期後 澤倫希才對外表態說 到底為什麼要策劃這次的行動 唯唯就照就是答案 原來他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 拯救了烏克蘭東北部的蘇梅市 同時分散了俄軍在烏東地區的攻勢 但是真的有如他所願嗎 因為烏克蘭現在分散兵力的結果 連帶讓烏東地區的兵力減少 俄羅斯軍隊長驅直入 佔領了大部分的盾內刺客地區 要全部拿下 可以說是指日可待 到底誰贏誰輸 還很難說 事實上如果沒有這場棋襲的話 雙方是不是有機會稍稍坐下來 談談局部停火呢 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導 他們獨家揭露說在卡達的斡旋之下 原本在8月份 俄雙方就要坐下來 好好聊聊 不要攻擊對方的基礎建設 還有一些能源設施 形同局部停火 但是就在棋襲過後 雙方本來就不多的信任基礎 現在有再度的回到原點 發動棋襲會不會只是 澤倫斯基急了呢 因為法新社披露說 長期晶圓烏克蘭的德國 本身也是第二大金主 今年雖然播出了80億歐元 來協助烏克蘭 但明年就要砍預算 不再追加 等於說只剩下一半 雖然德國的外交部強調說 一切力挺烏克蘭會照常 但是呢 疑似雨天收閃 加上每一選結果 還在未定之天 澤倫斯基的焦慮可想而知 我比較把它看成是一個單一的戰術軍事行動 那單一戰術軍事行動 你要說它能夠扭轉這個戰局的話 我覺得可能性並不太高 雖然說我剛好講 它展現了這個烏克蘭的 不對稱作戰實力跟戰鬥意志 這有相當的指標意義 但是我們這樣一路看下來 你可以發現 其實烏克蘭能夠撐到現在 西方的軍事援助是一個真正的關鍵 那西方為什麼要援助烏克蘭 我們可以觀察到 事實上西方對烏克蘭是有很多限制的 它西方加碼軍援 或者是放寬烏克蘭對西方援助武器的使用 大概就兩個時點 一個是烏克蘭戰況告急 一個是烏克蘭反攻有望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回這個8月6號 武軍侵襲庫爾斯科 然後呢8月9號 美國又通過 通過這個新一波的1.25億的 這個額外的軍事援助 那白宮的手法是說 他們的目的在於 這個維持烏克蘭的自衛力量 那對於這個烏克蘭呢 在俄國本土使用美國的軍武器裝備 那五角大廈是說 這個烏克蘭有權在 俄國本土使用美國的武器裝備 也就是說西方的立場會隨著戰況的轉變 只要說這個戰勢沒有升級擴大 或者是戰火不會上西方的神 基本上西方是樂觀西城的 這一次的進犯無疑是在強人普京的臉上 核狠打了一個巴掌 雖然他強調要捍衛邊境局勢 而且要把敵人趕出自己的領土之外 但是官方的用詞卻很保守 沒有用到入侵 沒有用到侵略這次字眼 而是採取邊境局勢 或是恐怖主義行徑 這種字眼來替代 已經保住了總統顏面 但是未來他又會怎麼做 他會只要有機會 我覺得他會打成水棍上 然後拿下更多的烏克蘭 對普京來講的話 我認為對他來說 到這個地步 他大概只剩下歷史地位 他要爭取的 他能夠收回烏克蘭 他真的可以在俄國史上被稱為大帝 俄國史上可以被稱作大帝的沒有幾個 鐵德大帝 凱撒林大帝 他應該很想要當第三個大帝 他曾經自比他是彼得大帝 我相信是可以預見的 但是當務之急 就是先擋下烏軍的攻勢 把他們租出境外 然後下一波 隨著就是必然是俄軍 加大對烏克蘭的攻勢 進行所謂的報復行動 烏克蘭詮釋了 攻擊就是最好的防守 除了橫橫踩了俄羅斯的痛腳之外 也為自己爭取到了利益 還有曝光的最大化 佐倫斯基則是持續用自己的行動 寫下了大衛與哥利亞的故事 只是目前看起來 俄烏的終戰之日 依舊是遙遙無期 感謝您收看舉手發問 我是彭志宇 讓我們一起問問題找答案 請問問題 錯了 各位 收藏 請問問題 感谢观看